分享年份的第六道菜,水晶皮凍 这道菜要是做好了,家人都爱吃 肉皮洗净,冷水下锅,加料酒去腥 开大火,看肉皮的变化,先变硬 开锅五分钟左右,肉皮开始变软 变得有点透明的时候,捞出来 洗一下,不烫手了,把油脂和猪毛刮干净 然后切成细身 切好加盐,加温水 用手一直抓洗,十分钟左右 然后清洗到水是清的就行 把肉皮放到砂锅 按照一斤肉皮,加三斤水的比例加水 加葱姜八角,盐 开锅调成最小火 扣盖的时候留点缝,煮一个半小时 肉皮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断 放到容器里,冰箱冷藏一晚上 第二天切成块,再配点蒜泥就可以开吃了 肉皮冻最主要的就是油一定要刮干净 洗的时候洗净 煮的时候一定要小火,火大就不透明了 希望对您的厨艺有所帮助 感谢支持